播放中的大隻泰 臨歪正在走回來 還有霸氣在那裡 都是之前先說我們基本的東西 今天遲了 不好意思 這個就是我們Patreon 都是說沒有增加 我都好像說好像已經習慣了 大家有使用卡的可以數一下這個Patreon 基本上是例子說的 不要有些人突然說你每次的人給錢 這個是做網台基本開始說的東西 另外就是我的電話號碼 98627332就可以用Payme 轉數快 或者拿我的號碼來支助我們維奴的運作基金 都先提一提 因為今天是星期三 我答應過星期三會出過 在我們的社群的文章裡面出了通稿 就是星期六會跟大家走走中環 12點在這個Donkey的沒有集合 就是這個中環街市的對面 大家詳情去看那裡 如果有些人擔心要等你 擔心你真的 我找不到你或者其他之類的 你可以留言給我留定個位置先 因為其實我也覺得沒什麼所謂 我老友文春又說你怎麼都收錢 我對不起這個活動是不收錢的 自己吃東西 你們喝東西 你收一百元才讓人家不會放飛機 到時還給回一件事 我對不起不是這樣的 總之你們有報名好沒有報名好 我就預計了12點3開始走的了 站在那裡站著三個字等大家 然後我們就走荷里活島 中環山城的地方 帶大家去看一下 其實有些地方大家到時想進去的 或者留下一次 因為其實整個中環很多景點應該去 比如大館 其實大館大家覺得想不想去的 可能我未必會走進去 如果大家覺得不OK的 當然豪宗去試很多就是文武廟 華僑日報 因為為什麼呢 我查新聞博物館 博覽館為什麼會在那個位置呢 其實原來 數回歷史以來 原來在中環區以前很多傳媒報館 是那個集中地來的 其實說真的 華僑日報 新報 很多 歷史是的 馬經那些都說 如果大家要看十月圍城的話 是很重要的 那個area 這個 都人民社 包括那裡的陽瓊運 當年 在中環那邊 中上環 總之在中上環 我們其實在中環街市的對面集合 我們在中環街市的對面集合 那大家 維多利亞城 那個歷史的遺跡就是 那裡是余林台 我現在才看回海防博物館的歷史 余林台曾經在日治時代 曾經情報人員聚集地 情報人員聚集地 在上面 那個層樓 奇寶的模特兒可以拍照的 我說那些 我說真正的歷史 就是在這裡對抗日軍的時候 對抗日治 日本統治的時候 就是有很多英國的情報人員 但是收買 不是收買啦 就是很多本地人是走